老花一开箱评测的第12期 这回又是再一次挑战PCC 因为之前咱们老师说福建的卖家比较好 我们从PCC找了一家福建的 看看会不会怎么样 这是一颗茶花 很多的花友老师说 老花一你也不讲讲茶花了 怎么就讲了嘛 我看看凳死了嘛 包装还是一如一如既往 这个价位是23块8 这个价位很便宜 咱们就多了就不想别的了 咱们打开看一下 不错不错不错 带着一些病害来的 带着一些病害来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叶子的背面 叶子的背面 看到没 看到这个吗 这种东西呢 一般都是一些个 类似于戒窍虫的一些东西 不过呢 现在都已经快冻死了 然后呢 这都是 你看 这都是戒窍虫 它只不过是黑的那种小戒窍虫 然后呢 有一些个黑霉病 看这边 从这边就能看出来 看到吗 这个叶子上面 这些个黑斑病 看到没 好了 咱们首先给大家说一下一个苗情吧 这个苗情呢 只能 就是说苗情的话 只能给它打个及格 因为毕竟是根据价格的这个原因 你想想二十多块钱 它再给你寄过来 现在死是没死 但是带着一些病害来的 很多的话 老花一 你看看这个东西 我们多多多多多钱 其实贵的东西有贵的道理 好吧 你像这种皮息息 它本身就是便宜 咱们奔去平息息 奔平息息去 本身就是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省钱 所以说呢 买的这种苗情 它对得起这个价格 好吧 像这种打包 一个人打包 包这种 包这么麻烦的话 一个人一天也就打一百来个包 就一个 光一个工人 打着一个包就得合到一块多钱 好吧 然后呢 再加快递费 还得加上这些个材料费 这光这个快递费 就得六七块 而且这个茶花的苗子 养到现在这么大 也得个七八块 这样就十几块就没了 一共才二十来块 有的话说 不是还有几块钱的利润吗 几块钱的利润 还得有各方面的人工啊 你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 还有还有其他的 比方说 你像这个电费 人家这个运营啊 所以说我跟华尔门说 一般二十块钱以下的花呢 大家都不会买到很哇塞的 好吧 你尽量的 就是 简单的知道这个事就行了 好吧 可能有的话 有想我啰嗦 我在开箱的时候 每一期我都 我都是不给任何人去做广告 好吧 就是如果你看到这个描写 你觉得也很好 也喜欢的话 你一般私信我 我都会告诉你是谁家的 好吧 咱们呢 也不会接一些外商的广告啊 不会接一些外商的广告 而且我们是在各平台 随机抽取的 不会接受任何平台的充值 咱们做评测 就是专心做评测 好了 打开一下 看一下这个根系 嗯 嗯 好 这个土壤呢 还是比较可以的 用的就是茶花 比较喜欢的一些杀藏土 很多话说理解不了 什么是杀藏土呢 就是像现在这种这样的 很有杀的一种质感 它不会说是很黏 不会说是很板硬 不会那种感觉 所以说呢 茶花是喜欢这种土 很多话说 老花一我茶花养不好 茶花呢 你要知道啊 它有一个别名啊 它也叫三茶花 是吧 三茶花呢 它是生产在山上 也就是南方的那种山上 它喜欢在那种云里 雾里的一种感觉 就是呃 光照晒下来 正好也有很多的雾 很多话说理你也知道啊 就是你在沙漠里面的话 你可能会干嘛死 但是呢 你在北方那种 伤拿房里边 增伤拿 甚至说比沙漠里面的温度还高 它也不会至于很难受 但是呢 它会有一些个 大范围的一个水汽 对 这些水汽呢 是它生物上的一个 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所以说呢 对空气湿度的要求偏高一些 很多话说 在北方养着养着 掉叶了 这样不好了 总是感觉发尼 感觉发尼呢 就认为是缺水 它肯定是缺水 就拼命的叫 拼命的叫 其实它忽略了一个 关键的点在于哪呢 在于这个空气湿度的这个事 好吧 再一个呢 就是大家在养的时候呢 它还是比较一个典型的 洗酸性的一个花卉 因为南方那边的一个水土 常年呢 在雨水的冲沙下呢 大多是成一个弱酸性 它养起来呢 它就会比较省心 到咱们北方以后呢 有的花卉说 这个洗酸 我们这个北方的 是不是都洗碱 北方的叫耐碱性比较强 因为它比生活环境 比较艰苦嘛 它就耐碱性会比较强一些 好吧 所以说呢 大家也要简单的 get它一下 这个酸碱度的这个水 有些话说 确实是酸性 怎么样 给它调成酸性 你可以用这种东西 叫繁肥水 好吧 这是一个点 在因为大家收回来以后 一些具体操作呢 我下一期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吧 要不然视频太长了 看不完 有的话我就想看评测 给大家打个分吧 综合得分呢 70分 因为毕竟是价格便宜 带着病害来的 如果说不带着病害呢 这个起码 起码能在这个90分了 好吧 这个卖家已经很不错了 说是一个红贝啊 具体呢 也看不出来 一般呢 咱们大家伙买回来 很少 说是能让它完全开花 好吧 下一期的时候 教给大家如何提高 它的开花几率 我是老花一 养花这张一 简单的开箱评测 12期就到这了 觉得不错 记得点个赞 想看更多的开箱视频 你可以视频要留言 我去给大家开 不论是成千上万的 我都敢给你弄 只要是你敢 嘿嘿 好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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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